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如今有高端优化公司也很多 那么高端网站优化公司到底哪个好 不过还是有方法确定建站公司的优化效果的 从以下几点判断 从优化步骤可以看出它是否专业 主要从以下几个步骤来看 第一 高端关键词挖掘分析 挖掘 删除得不到转化或者我们不做的搜索词 把共同需求词放在一起 这里举个例子 如做液压机 挖掘的关键词如下 我们进行了分类归纳 液压机价格 800吨液压机价格-100T液压机价格-300T液压机价格 液压机产品类型-100T液压平击握达重工 第三,高端网站标题写作经过数据分析,确定页面核心内容,标题不能超过29个字符,靠前关键词权重越大,不要欺骗用户,不要进行关键词堆积,不能做标题的。 标题不要使用广告语,首页标题,搜索词1-搜索词2-搜索词3-品牌词,栏目标题,搜索词1-1搜索词2-1搜索词3-1品牌词,文章标题,搜索词111品牌词。 第四步,高端网站页面的突出设计,头部和尾部使用通用样板文字,突出主体页面内容,前程使用DIB加CSS5G,相关推荐放在左边或者侧边栏,内容用图文结合形式展现。 第五步,高端网站的全面基础设置,包括网站链接要能看出什么意思,不能有404页面出现。 还有就是301重定项,对网站的权重进行集中或者分散,以及网站图片的ALT属性,图片的压缩加载,以及robot损件的写作,还有检测死链,以及网站安全的设置,还有各个标签的使用规则。 第六步,高端网站客服在线以及数据统计的绑定,我们要对网站进行网站地图的提交,以及每天进行提交每个页面,前提条件每个页面,至少有一篇文章,然后就是百度数据分析来提高网站流量的转化。 如果从以上的细节或者步骤来给你的网站进行优化就可以放心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